人间友好啊 万无有情 神明天使得 但愿你与你同仑 神明天使得 但愿你与你同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说 远古的大理是一片汪洋 人们都在山上住着 洪水退去后 人们寻着两只仙鹤的指引 才得以进入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小桥流水的田径 壮阔雪山的圣洁 深渊峡谷的险棋 绽放在云南辽阔的大地 这片祥云缭绕的瑰宝 也反射着佛教历史上 灿亮的时期 现在已成为观光重镇 人烟沸腾的丽江古城 砸踏交织的足迹 并没有掩盖住指云寺 佛守指云沉浸土的法语分城 雪云老和尚 与吉竹山的临山仪会 人在彩云间 爱爱放光 2014年7月 海踏法师带领来自台湾 新加坡 以及大陆各地的佛弟子 探访着吉祥瑞之器 和佛教史迹的圣地 大众满怀欢喜地 在群山峻岭间 领略祖师大德们 曾以行云流水般的足迹 所滋养的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山巅溢出的云彩 像瀑布般 顺着山势倾斜而下 追逐着光影的五彩 一片斑斓 有些栖息在山谷里 穿了天童放牧的羊群 古塔绕烟雨 荆棘明远乡 姬竹山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齐名 又有中国第五大名山的美誉 积足山 相传是苦行第一大家射尊者 入定的圣地 千年的佛教文化遗迹 是朝圣者一定要亲去朝拜的佛国圣地 积足山的山市 北西北 而面东南 前列三峰 后托一领 行入积足 所以得到积足山之名 七月 由海淘法师领重的云南朝圣行程 到达昆明后 便先到滇池放生水族 往生敬佛 春月再来 五度重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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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日一早 随即驱车前往位于秉川的中国佛教圣地 鸡足山 鸡足谐音 鸡足谐音 鸡猿触发 鸡猿足 是熙云老和尚 注视慈航普渡众生的第一格道场 鸡足山下的祝圣寺 便是殉老和尚曾经驻席洪化之地 祝圣寺创建于明朝 在殉老和尚住持期间 曾是鸡足山规模最大的丛林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葡的祝圣寺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走进祝圣寺的大门 首先看到的是月牙型的仿生池 仿生池之间有一座八角亭 寓意八正道 表法按八正道修行 就能从此按到彼按 八角亭正队的照壁上 会有吉祖山全景图 从中可领略佛教圣地 吉祖山寺安的全貌 由夏朝上走过八角亭 旁边的大石为云仪石 相传 当年修建祝圣寺开挖放生池时 见此时不可动 幸运大师对着石头开始 石头不可思议地移动到现在的位置 经过云移时 针对的就是两棵高大的柳山树和天王殿 柳山树是迅云老和尚亲手种植 藏经楼下的雨花台 曾是寺院的奖经说法处 传说当年迅云大师在此奖经时 周围所在的昙花 不是只开一线 而是今月不败 现今在祝圣寺后方 还有一座供养着 训老和尚设立的石塔 训绕老和尚设立的石塔 在家族的地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海拔超过3200公尺的吉祖山 山市颇围斗郡 大众乘坐缆车 登上几百阶平整的石阶 较之以往必须费时一天时间 从山下开始攀爬石阶的艰辛 已是非常便捷的一行道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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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祖山海拔最高的寺院是金顶寺 位于吉祖山主峰天柱峰顶 寺内内岩塔是西元一九二九年所新建 大众在夜色降临前到达金顶 Zither Harp 昔日余晖洒落大地一片灿燃 天地间点燃透着亮的霞光 海涛法师 又绕着山顶那岩塔 愿世间诸吉祥事 无故成半 一切所愿皆得满足 难过来是家 我一夜中山 愿生不生 愿生不生 愿生小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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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福之心 慌福之心 恿生祖聖福 愿生祖福 愿生祖福 前日大众在金鼎旁的小客栈安丹 明日将在鸡足山展开朝圣的旅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日将在鸡足山 南无坏山 明日将在鸡足山 南无坏山 翻阴声中欠山醒 鸡足山的早晨 在饭拜声中渐渐褪去夜幕 迎来细雨纷纷 云生雾众的唯明天色 金鼎寺 位于鸡足山最高点 初见于明朝 几经翻修 应有同住金殿而得名 大雄宝殿里 奉奉奉着释迦摩尼佛像 佛像两侧 分别素有阿难尊者 佳瑟尊者 达摩祖师 六臂护法王像 在金鼎的早课结束后 大众随即到大殿外 由海淘法师带领进行烟供 药供 再来相思众真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六道众真 我们必须做分野 如果有人拿着一千块 用你的名字去做好事 你会不会感动啊 特别那些没有福报的二鬼道 那就过去没有故事啊 所以佛经说 如果你拿一杯水 为孤痕野鬼供养三宝 就可以让八万四千的孤痕野鬼 生天 因为三宝的功德力 所以我们特别要以这样的心态 来替所有第一道 恶鬼道 出生道 可怜的 没有福报的众生 供养三宝 所以不但供养三宝 然后呢 继续我们要念的就是 夏思的野鬼 将这些食物化成甘露 因为大部分的孤闻野鬼 他们是西味道的 所以我们请佛菩萨 请佛神加持化为甘露 然后呢 我让他们西一下 至少离开即可 比方的孤痕野鬼 寿命最短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 好了 所以我想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 男体孤痕 特别在我们国教里面 我们国教里面了解这个 不要复住六道众生 所以会为他们做夏思 不但如此 更要回向我们的地下 冤亲在主 地在狐仙 作牌有产胎儿 这些都是我们要回向的 也直接布施给他们 所以来 现在大家多念 来 南无常住是方国 南无常住是方德 南无常住是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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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常住是方世 南无常住是方世 南无本世是家人国 南无本世是家人国 南无药师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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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会布施药 因为 那些孤闻野鬼 如果他在生 他在生病 一直说 他一辈子都在生病 所以我们要布施那个药 去除他的病鬼 如果我们的祖先 他身上有病 没有去除 就会影响到子孙 所以祖先得到什么病 子孙一代一代 也会有这个病 所以我们这下也会布施药 给那些所谓有病苦者 那当然布施药 也会健康 来 南无安妮可佛 南无安妮可佛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大非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非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道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道王菩萨 我恩赫沙 我恩赫沙 一心鼎鼎 一心鼎鼎 大家设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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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甚深中 直至不提我归一 以我不施等功德 为力众生愿成佛 愿诸有情聚乐极乐因 愿诸有情离苦仅苦因 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 愿有情离清疏西平的 浓密烟雾中的甘露法石 与缥缈的山栏 连成一气 萦绕在翠绿的层层山栏中 仿若观音菩萨柔软的手 轻轻俯过大地 所行之处的每一个生命 都得到法力不可思议的润则 一点点 爹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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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 生命电视地球卫星鸿法立身大道场 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 所以透过卫星、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 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盖大殿 我们要摄影机、很好的软体、电脑 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电脑配备、卫星设备 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 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暨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夏安居智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夜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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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惡、報、應、六道輪迴 所以光人就可以分很多種人 很多種種性、很多種外表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來自於我們的行為國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所以受辭把關在界 可以讓我們消除罪業 得到很大的福報 乃是升天 乃是一切滿願 乃是富貴 乃是更重要的 你想往生淨土 我們只要一天一夜把報關在界守好 發願往生十方淨土 接得往生 不但現世改變命運 消夜征服 來世升天的升天 往生淨土的 乃是願意成就佛道 都能夠埋怨 歡愛眾生 永不停息 生命電視 接下來請收看海濤法師 《菠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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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兒講座》